舔狗百无一用 渣男深入人心 我在高中从来没有摸过女人的手 所以我考上大学就报复性的消费 你知道我上大学 我是我们班上第二个到学校报到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是去为了读书 你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我去为了找小妞的 我就跟我们的班主任说 我说有什么需要做的 我可以帮忙迎接新生 其实我迎接新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 知道吧 就筛选咯 找个漂亮的女孩先泡上咯 你知道吧 结果我就等来了我的前女友 我一眼就看到了她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长得真漂亮 哎呀我当时就疯了 我就觉得原来女孩子还可以长得这么青春 这么好看 我就疯了一样的追求她 我太太死活不同意 五六个人追 千军万马中终于选中了我 我问我太太 我说你选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不要脸咯 就是你是脸皮最厚的 所以各位小男生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谈恋爱的话 我教你啊 对女孩子去舔呢 你大概率是会失败的 舔狗百无一用 渣男深入人心 女孩子是喜欢渣一点的 你知道吧 不喜欢舔 大学毕业一年多一点我就结婚了 我很早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迅速生孩子 把该做的事情全部做完 把太太养在怀里 最好的方法就是 生完孩子把她变胖 结果我把她娶回家了以后 灾难就开始降临了 人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 什么都好 后来一结婚就发现完了 我跟我太太八次不合 我太太摩羯 我狮子座 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啊 百度打分四十分 比如说你是什么星座 你老婆什么星座 或者你老公什么星座 你输进去 度年会给你打分的 我大学同班同学四十九个 已经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离了婚了 同学嘛 大学同学嘛 离了婚以后 男的女的我都问了 女同学我也问了 我说你怎么会跟你老公离了婚啊 因为我算了一下 他们的分都比我高 就是我拿了一手烂牌 但是我却打出了王诈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不懂定位 不通能性 我跟我太太四十分 就是八字不合 甜甜草 过了爱情的保鲜期以后啊 你就会发现了 婚姻就是一地鸡毛 直到遇到了定位以后 我才知道什么叫心智之战 你就会发现 最简单的方法 简单重复 直到你吐 你知道吗 我以前跟我太太 经常会发现生活的小事 经常吵架 我以前跟我太太 总是喜欢讲道理 跟她摆事实 说你对我对我对你对 后来发现她根本没有 因为女人不讲道理 我是深刻体会 我走进定位以后 你知道我是怎么对付我太太的吗 就是单凡是一吵架 我就跟我太太说 人类表达感情最好的方法 就是三个字 叫什么 我爱你 只要是吵架 先不说谁对谁错 撒谎的时候 眼睛一定要盯着对方 就是越是撒谎的时候 眼睛越不能飘 知道吧 然后我就盯着我太太说 老婆我爱你 一开始的时候 要说七八个 因为她很生气嘛 知道吧 当年追我追成这个样子 你现在这样对我 一开始的时候不行 要说七八个我爱你 我太太才会不生气 后来慢慢就好了 慢慢就说五六个 再后来慢慢就说三四个 再后来慢慢就说一两个 你知道吗 到现在我跟我太太 已经重复吵架了 但是生活还是会有柴米油盐 还是会不开心 你们同意吗 到了今天 我跟我太太 之前只要有点不开心 我很敏感地赶出来 我太太不甘心了 刚有点不开心 我就准备盯着我太太的眼睛 刚要说我爱你 我太太 你看我那个表情 马上就把手一摁 不要说了 我知道你爱我 所以品牌开始进入什么 进入新知 记住啊 今天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 要别人记住你 最好的方法就是八个字 叫什么 简单重复 直到你吐 这句话 不仅可以让你的事业 蒸蒸日上 让你的生活也一样 可以蒸蒸日上